小海文化 我明白很多香港市民 是對於香港的消耗制度是有信心的 但他們不相信內地的消耗制度 我作為全球人大代表 我都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內地的消耗制度還是有待改善的空間 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是還要時間去一步一步做的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也這麼說 我們其實國家過去的 由49年到現在 由過去的一窮二白 沒有任何法律 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依 沒有任何憲法可以依 到現在我們已經是將很多 將我們的司法制度 我們的憲法制度 慢慢地完善了 我們的兩高制度 我們的檢查制度 也慢慢地 檢查院 最高人民法院的制度 慢慢地已經完善了 我很盼望大家 是給更多的時間 國家 去將我們現在的 司法制度 裡面的一些 還未完善的地方 慢慢完善 你也要對國家有信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的國家 的決心 你應該要看到 國家是希望 將國家管治得更加好 令到我們過去的 看到很多的 可能貪婚的問題 腐敗的問題 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 去好好地管治 不會是用過往的 因為沒有法律 而需要用人治的方法 而是會慢慢地 用更加多的 依法治國的模式 去運作國家 這個我覺得 我是親眼的體力 我希望我們普羅大 尤其是香港的中國人 我們應該對國家 有這份信心 對我們自己 有的信心 對我們香港的司法制度 有的信心 我們努力 去將這個 逃犯條例 去修訂 令到我們香港司法制度 上高的一個漏洞 可以得到填補 這是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需要扶上的一份憲制責任